好在第18题这一边 我们跟第17题的是类似的做法 只是当你看到他的那个题目呢 这一边有讲他是在0跟2π之间的时候 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答案是Inradient ok然后我自己本身我不把计算机换成Radient 我让他永远保持在Degree ok我就找了Degree再换成Radient 我绝对不会把它换成那个Radient这样 ok因为呃换成Radient的时候到时你没有换回 你可能在别的部分做错 所以你在计算机那边你要记得他上面永远是D ok不是R ok 就这一边我们要的是DInDegree 这一个是Degree ok不改 so我们在这一边我就有Cost X Cost 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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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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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 XX XX 212 然后加4-1 我的sinx等于-2 这一个no solution 为什么 因为我的sinx呢 必须在-1跟-1之间 然后我的sinx等于1.2的时候 我的basic angle会是等于 arxsin1.2 arxsin1.2 然后spatial angle30度 pi-6 ok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有astcsin1.2是这一边 所以这个是data 这个是百八减data 也就是pi-data 所以我的x是pi-6 还有pi-pi-6 所以pi-6跟5pi-6 就是这样 好 在这一边 我的cos 是1 sin content 是cos per sin 所以我就1加3cos2x 然后-5sin2x 然后我们的sin2加cos2等于1 sin2等于1-cos2 所以1加3cos2x-5 1-cos2x等于0 1加3cos2-5加5cos2等于0 4 所以我的这个cos2x等于4 所以我的这个cos2x等于4分8 也就是1分2 1分2 我的cos2x等于2 1分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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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我的basic angle 是artcos1分2 2 然后也就是45度 也就是pi分4 然后我全部拿完 cost positive拿完 然后cost negative又拿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四个都拿完了 这一个是pi-data 这一个是pi加data 然后 这一个是data 这一个是2pi-data 所有的x pi-pi-4 然后pi加pi-4 然后再来2pi-pi-4 所以它会变成pi-4 3pi-4 然后5pi-4 还有7pi-4 好就是这样 还有7pi-4 3i-5 4 5 3 5